到底该不该买胶原蛋白的产品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 到底要不要买胶原蛋白的产品 又或者是胶原蛋白真的能被补充吗 商家说能补充 很多博主却说 哎呀你吃进去就变胺基酸了 我本身试过了很多不一样的胶原蛋白 粉啊罐啊银啊 我基本上都买过了 我呢以消费者的角度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结果证明了什么 结果证明了胶原蛋白是可以被补充的 但是关键是呢要选对 什么是胶原蛋白呢 胶原蛋白它是我们人体结构蛋白之一 占我们皮肤70% 所以我们的皮肤是否饱满 大多数来自于它的支撑 但是啊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 热光照射 不断的被美所化解 被糖所破坏 导致我们的真皮塌陷 你想想啊真皮塌陷了 那不就老了吗 那该怎么办 补充啊 真的能被补充进去吗 答案是 能 很多人选择吃鸡爪啊 猪蹄啊和猪皮来补充胶原蛋白 但是呢这么油腻腻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每天吃啊 主要是它脂肪含量高 能补充的少 吸收率低啊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服用小分子胶原蛋白碳 因为它比较容易让人体所吸收 我试过了很多款 所以综合了这个品牌成分 吸收度和味道 我非常推荐这一个 睡美肌 我很多姐妹都在喝它哦 它是100%由热粉所生产和研发的哦 它呢源自于雌性三文鱼的卵子 先简单的说一说它的成分吧 它拥有珍贵的樱花粉萃取 它可以防止皮肤发黑发黄变色作用 还可以防止皮肤衰老 再下来呢就是肝胺酸 它也被称为快乐荷尔蒙 它可以刺激更多自然产生的胶原蛋白 它也对我们的大脑呢有天然的镇静作用 可以减轻压力 缓解焦虑 主要是可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 优质睡眠的效果 所以呢我非常推荐大家服用这一款睡美肌 每日一包 我们的皮肤就可以保持年轻动灵不老咯